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有三件的生鲜百合产品 它分别是农药针 农药针超标跟重金属的一个超标 分别是百合根 它的产品名称分别是百合根 北海道、白銀、食用百合根 還有日本百合根 那這三件產品都是重金屬葛跟農藥的一個超標 那另外在鹽巴的 食用鹽類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總共有抽驗了十件 那其中有一件叫做葛宏德天然海鹽的部分 那這一件是檢驗出重金屬生的一個超標 那總計這個30件中有6件不合格 那不合格的比率剛達這個20% 針對不符規定的產品 以令業者或移情所轄衛生局通知平台下架不得販售 來源屬外線試者以移情所轄衛生局採處 這幾件這個農藥超標的部分 它主要是違反了食安法第15條 第一項第5款的一個規定 那並且我們會依食安法的第44條 第一項第二款 那可以處這個責任業者 主要是6萬元以上 2億元以下的一個罰環 那另外在重金屬不符規定的一個部分 那主要是違反食安法的這個第17條的規定 那依據它的實安法第48條 那我們命令它限期改正 那如果不改正的話 我們可以處3萬元以上跟300萬元以下的一個罰款 衛生局呼籲民眾在網路選購食品時 就我幫你的聲音然後打給你朋友 然後我們有時候是親戚家人就會回 然後這個是他這樣 有聲有隱的網路影音 你眼睛所見真的違憑嗎 其實不然中家寬屏萬項有線電視 來到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裡 教大家如何辨別假消息 從個案中挖掘蛛絲馬跡 更延伸舉例生活中的案例 如社群媒體訊息 好友轉發貼文 都可能有假的資訊隱藏在裡頭 今天我們看了講解之後就了解到 可以到這個查核中心去查證 這個對我們幫助很大 謝謝 很感謝我們能夠收到這種訊息 希望以後還是有這種機會 來接受這方面的訊息 非常深刻就是說 像那個館長的假訊息 我看過了 我是蠻相信的 結果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假的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以後不可以亂相信這種 假訊息 很感謝 這個AI時代真的是假訊息太多了 人人都可以製造假訊息 這個讓一般人真的真假莫變 分不出來真假 但是我們今天聽了你們的講解之後 以後知道怎麼樣去查證 怎麼樣去了解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除了分享案例使用工具辨別真假消息 講師也透過互動小遊戲 幫助民眾測試自己面對虛假訊息 有多少抵抗力 指南理張家南里長就提到 詐騙訊息充斥在你我生活中 提升大眾思辨能力已是必要課題 今天這個課程呢 活動真的居然非常好 因為我們老人家也學到很多的觀念 就覺得說不要輕易的相信任何的假訊息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也接過很多老人家打電話給我們 跟我們求證我覺得這方面真的很好 他們現在已經來到醫室 然後就說 我們現在的假訊息真的非常的多 那今天又上了這個課 讓他們更知道說一些網路傳的東西 更不要去吸引消息 因為以前是都電話詐騙 現在是網路的時代也很流行 所以我覺得非常好 我們會多提個查證活動 幫你讓中佳來學到 讓文靈能夠更了解這方面的信息 看到覺得可疑的訊息 做個謠言終結者 避免觸法外也讓身邊朋友不受騙 可以透過訊息查核的官方網站或APP幫忙檢視 了解資訊來源或向專家請教 都可以避免誤傳錯誤訊息 遏止謠言或不實訊息的傳播 中佳分比美麗試圖 算了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都可疑的 很可怕 我們來不及別的想法 講完 手機 畫面上就是我父英峰電影特應會現場入口 許多慕名而來的觀眾 特別跟文化部長小野 一起來欣賞這個歷經八年製作而成的紀錄片電影 這部電影的監製士寬謙師傅與導演福昌峰 製片王雅維 共同向觀眾分享這八年拍攝製作的點點滴滴 士寬謙師傅也提到他對父親楊英峰的重新認識與了解 因為他的作品又是分佈全省然後分佈全球 那這個如果是透過電影來拍攝 我覺得那個更可以把它連結得更好一些 而且我覺得電影的魅力實在不可思議 一個多鐘頭的時間就讓人家覺得好感動 或者覺得它有一點全面性的一種理解 我就覺得這個是可貴的 就是讓人家總是覺得容易記得 然後容易感動 他也容易再想要再去深入 又正好有那個展覽會 有他的大展 那如果搭配在一起的話 我覺得認識我們這位真的是台灣之光 的一位真的算是藝術大師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很值得去做 去努力的一件事情 只是沒有想到要花那麼長的時間 這個是始料未及啊 任何藝術家能夠通過一個紀錄片 能夠把它保留下來除了他作品之外 還有他個人的生平 他的背景 透過一個紀錄片讓更多人看到 我覺得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尤其是這一次這個片子裡面的製片跟導演 都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很早就想來看了 但是因為時間上一直錯過 但是我告訴自己說一定要來看 而且他在戲院上片 我也希望他會有很好的票房 他在台灣是一位非常特意的打藝術家 他有這樣的高度 可以比較具有現代精神的我想就是非他莫屬 我認為他比比卡索的方法更強 這個片子拍了八年 其實是因為楊老師的作品 不只在台灣散居全世界各地 所以我們團隊等於拍了五大洲 大概去了六個國家 十三個城市 拍他的作品 訪問他的好朋友 訪問他的學生 所以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一個狀況 例如我們那個朱銘老師就很不容易采訪到 因為他的恩師 所以他特別懷念這個楊老師對他的一些提拔 思想之前問 散步之寡 他是戰後第一人 為什麼他能夠吸引全球 因為那都是精品的 都是上選上選的 如果沒有楊宁鴻 就沒有朱銘 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紀錄片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媒體 所謂紀錄片 你要紀錄真實 可是真實卻不存在 我認為啦 所以真正的真實的存在 是被拍攝者跟你 跟攝影機之間的關係 那你怎麼去跟他對話 尋找到新的可能性 對觀眾來講新的一種可能性 我覺得紀錄片裡面最困難的部分 對 非常困難的 但是真的是需要蠻長的時間 所以為什麼八年 所以我要進入寬先師父的世界 也是需要很長的時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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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面有很多重要的場景 現在非常難得看得到 比如說雲剛石窟 影響楊老師一輩子最重要的地方 那現在可能大陸都不給拍了 我們拍的時候零下16度等等 所以我們都把這些精彩的畫面 跟藝術相關的這些作品 都呈現在大家面前 歡迎大家來看 文化部長小野與製作團隊 歡迎各界人士 共同透過電影來認識 這位創作力驚人的 台灣雕塑藝術大師 透過鏡頭看見他傳奇的一生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台北報導 家長將親手做的花罐 戴在李生頭上 象徵加冕智慧 緊接著幫李生背起背包 代表成年後 因兼負起對自己及社會的責任 這是內戶區公所成年禮活動 一尋古禮加冠儀式 再透過親子共同手作花藝 等創意活動 希望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裡 給李生與家長滿滿的祝福 現在的家長也都很重視 小孩子每個成長過程的一些經歷 所以他們對成年禮 也非常的重視 我們今年大部分 就是給小朋友自己做手作 那跟家長一起合作 做一些手作的課程 讓他們從這個手作的過程之中 培養更親密的一個情感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一個想法 內湖成年禮活動一推出 報名及秒殺 家長期盼給邁入成年的子女 一個開心的回憶 對於一生只有一次的成年禮活動 李生們也覺得很有意義 比如說帶小朋友做一個成年的一個見證 那他們兩個剛好也是雙胞胎 那今天也是同時考上大學 所以我想在人生的過程裡面 會是很好的一個記憶 很難得 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因為人生只有一次 對 那今天這樣整個粉體感受下來呢 都覺得安排得還不錯 在李生完成擁抱感恩禮後 家長們也將精心準備的傳承禮送給李生 其中有家長將自己學生時期讀的四書送給女兒 希望透過古人的智慧幫子女指引人生的方向 收到書本的女兒也開玩笑的說這個禮有點重 那古人的智慧這是我們現代人萬萬不能跟得上的 所以我想千言萬語就透過這個四書來教導他人生路上 未來做人處事應該怎麼應用 讓他自己去從中學習 就感覺很有意義 可是感覺有點太重了 你是說情感太重還是說書太重 書太重 除了新住民朋友帶來精采的開場表演外 市議員王孝維 吳士正等人也出席成年禮活動 更以人生金句勉勵李生們積極開創自己的人生 第一件事情就是華麗的相對性絕對不能做 這樣思考這個有沒有現行的華麗的問題 第二件事情 社會的觀感 社會的觀感好不好 第三件事情良心過的情 如果這三件事情你都思考過了 我想你在人車的理事上能夠安靜無足 一定要把握時間 想利用時間 做很多的事 因為你們跟黃仁勳 現在最紅AI照顧 是一樣的 為什麼我們跟他一樣 因為他一天24小時 你一天也是24小時 可以想想看24小時 事實上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要有胸襟 要有氣度 因為成年人的 以後的錢檢非常的遠大 那我常講你的心胸大 任何事都是小事 如果你的心胸小 任何事都是大事 你做人的做事的方式就會不一樣 成年禮儀式結束後 內湖區公所還特別安排電競比賽 由李生與家長組隊打網球 親子攜手爭取勝利 過程溫馨有趣 內湖區公所方面期盼 透過這項活動 祝福青少年朋友允文允武 未來在各個領域都能發揮創意 展現熱情與活力 記者張綺藤台北報導 熱血同光 急鼓開始 在台北市長蔣萬安市議員 王孝維 陳佑誠 劝梅沙 與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廖全平等人熱情急鼓下 內科千人兼血活動正式起跑 這項邁入第11屆的公益活動 從7月31號起一連兩天 在內科園區31處地點設立兼血站 肖木得四千代謝 第一次的兼血 我們大約只有13家的企業 來參與 到今年的演藝分 第十屆級半已經有 超過30多家的企業 來兼血 那一連兩次的兼血 我們總共累積下來 有一萬七千兩百位左右的 民眾來參與兼血 總共兼出了兩萬五千兩百代的血液 來給台灣兼血中心 這一次的千年兼血活動 我們目標是四千代 那我希望第二天就能達標 因為我馬上要卸任了 我們下一任旅事長 我相信他可以達到六千代 為了鼓勵員工 婉秀捐熱血 內科園區各企業 無不卯足全力寄出各項大獎 甚至還有捐血送龍蝦 每一個人都想辦法要吸引 因為成為家娘華 所以有送家電 有送禮券 甚至捐血還送龍蝦 所以呢 我們已經讓我們的整個捐血了 都非常非常的開心 台灣協議基金會方面表示 受到凱米颱風來襲 造成提邁尼克 加上呼吸道疾病流息等醫術影響 目前全台血液庫程量剩不到五天 台北市長蔣灣也大聲疾呼 號召大家一起晚秀捐血助人 除假期間本來就是最容易缺血 因為很多人都出國去玩了 那麼再加上前一陣子這個高溫 我們缺血車往往一天 沒有五個人上去捐血 太熱了 走在路上就曬昏了 也有很多人 那麼在上個禮拜 又全台放了這個颱風架好幾天 所以已經好幾天沒有人把血煎進來了 前一陣子因為颱風來 中南部造成嚴重的災情 那很多縣市也停班停課 再加上最近 其實我們呼吸道的疫情一直持續 所以我們包括台灣協議基金會 統計目前我們全台灣協議的庫存量 只剩下4.9天 低於我們安全庫存量7到10天 各血型的庫存量都是偏低的指標 所以非常需要我們內科所有 充滿熱血的年輕朋友各位夥伴 玩起袖子 伸出手臂 捐出熱血 救人一命 好不好 好 這一場 兼血活動不僅獲得內湖科技園區 各家企業踊躍響應支持 連內湖民眾都熱情加入 曾經有捐血過 那覺得捐血是可以幫助人的事 今天我是第一次挑戰捐500CC 除了舉辦兼血活動 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 也計劃8月16號 在大港前公園舉辦嘉年華會 想鼓勵內科企業分流上下班 以疏解內科擁塞的交通 大家都知道內科的交通 尤其小周末特別塞 所以我們希望鼓勵內科企業分流上下班 早一點來到內科看看書 或是到我們兩個河濱公園 河濱公園的早上也很漂亮 或是享受美食咖啡的早餐 那這小周末呢 我們也希望他晚一點離開 我們的運動中心 大型的運動中心 在內科地區有13家 我們還有一家教室 運動一下拉拉筋 來看看節目表演 或是我們的737項 再來內科的 現在有很多的網路知名的餐廳 用完晚餐再回去 讓我們的交通更昏流更粗暢 這個是我們內科協會目前要提倡 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積極的做法 也獲得台北市長講完的肯定 期盼公私協力共同改善內湖交通 記者張啟燈台北報導 機房及非法機上和經銷商強力查清 續查獲778台非法機上和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和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 給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市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和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和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專案小組在黃姓幹部住處清點相關證物 檢警持續偵辦未成年射清影片網站創意私房 在全國17個縣市同步執行四波進網專案搜索行動 一舉查獲上中下游試案者 包括處理不法金流拍攝製造販售 額哨性影像及持有的嫌犯共計447人到案 其中有警察老師公務員還有科技從業人員 專案小組在6月及7月期間在全國展開四波的行動 一舉查獲上中下游不法集團 其中上游是指處理不法金流以及製作影片浮水印的助理 中游則是額哨性影像的賣家 還有拍攝製造及散佈額哨性影像的販賢 下游則是持有額哨性影像的買家 警方這一次一舉將上中下游的犯罪集團 通通查獲盜案 檢警在偵辦過程中發現 創意四方的黃姓幹部令起爐灶 在Telegram創立偷拍販售新群組OAT 於本月7月8號到9號發動第一波搜索行動 我們針對TG上的OAT群組犯協 就是針對他們這個販賣性影像製作販賣的犯協 其中處理不法金流的帳房張姓祖賢 拍攝製造額哨性影像的陳姓男子 及另創偷拍新群組的黃姓幹部 與偷拍上傳的料姓賣家等四人 都被檢方申請羈押獲准 處理創意私房不法金流的張姓祖賢 以及拍攝製造額哨性影像的陳姓 對於證判過程中發生罪樓事件 警方對嫌犯無法接受司法審判感到遺憾 不過也強調真正的被害者應該是被誘騙偷拍的兒童及少年 這些兒哨性剝削的犯罪行人他們是犯罪集團 再看一下右邊這些被誘騙被偷拍甚至連被拍攝都不知道的兒童及少年 他們才是真正的被害者 刑事局已經將全案依違反兒哨性剝削防治條例 及組織犯罪防治條例等罪嫌移送地檢署偵辦 警方強調不管是販售拍攝製造及持有兒哨性影像都是重罪 對於躲藏在網路鍵盤背後的犯罪者 警方一定會嚴查到底依法研辦絕不寬戴 記者張棋騰台北報導 都市更新往往讓人聯想到拆除重建 但隨著拆除舊建築物 社區居民的集體記憶也跟著消失 都更處舉辦參與式藝術成果展 以家的形狀到來與相遇的故事為主題 邀集八組藝術家從不同面向 引領民眾在都市更新的過程中探索家的形狀 我們當初其實這個案子在談公共藝術的時候 其實有談非常多的想像 那當然最後的成果當然是找 拜託了這個陳教授他們 陳雲璟教授他們來 那我們希望它不是只有一個公共藝術 當然還是希望有一些民眾的參與的過程 那這一次提出來的這些操作的方式 其實我們以前也沒有操作過 那其實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新的嘗試 那就今天的一個成果的一個過程 其實我覺得成果是非常的一個豐碩 對我來講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經驗跟體驗 我相信這樣的一個成果的內容 大概會對後續不管是地區民眾 或者是不管是各位 大概我覺得後面都會有一些良好的一個紀錄 或者是一個經驗的一個累積的過程 透過展覽的方式在這邊跟各位做一個展現 那我相信後面後面的這些成果的參與的人應該說會 會非常的一個豐富 在這個社宅裡面的很多的故事 甚至都跟住宅裡面或是舊的房子裡面的故事這樣 其實你把這邊窗戶打開 外面就是那個房子的原貌房子的那個形式這樣 所以呢非常特別 我常問他們說 你有看到他們的筆觸嗎 其實他們裡面藏很多東西啊 有一些那個小筆觸是我們在工作坊的期間呢 是小朋友畫的 他也把它放進來這樣 然後裡面有畫了非常多 你看這個房子裡面 各式各樣東西都有 我昨天問他說 為什麼不是乾乾淨淨的人啊 或者是漂漂亮的人這樣 他想要呈現的是說 我覺得是台灣特別有的現象 是我們被很多的物件啊 要放很多東西所包圍 所環繞這樣 所以呈現出一種非常沉重的狀態這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 這是這個地方的一個著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寫照 展覽中視覺類參與式作品 在斯文裡 藝術家與參與斯文整宅都更的居民互動 將採集而來的故事轉化成文字與繪畫 為消失的生活場景留下難能可貴的紀錄 辦這個非常非常有它的意義存在 可以讓回來住的民眾看到什麼叫參與式藝術 也許他就會對這邊有一個情感 那會慢慢慢慢跟我們都跟處啊 慢慢慢慢合作 或跟我們市政務慢慢合作 把地方上弄成新舊共榮 大家一直朝一個不不但是新 而且甚至是藝術的方向來參與 所以我覺得雖然我對這個陌生 不過我覺得參與式藝術啊 跟我們民政團隊一直在推動的參與式藝術 有一個共通點 我們參與式藝術有定調一個slogan 叫做重新參與你的生活 其實參與式藝術也是這樣子喔 從我們的周遭 然後跟大家募通 一起來參與一直在討論 一直在改變我們周遭的一些藝術 可能會讓大家更符合在地 有這種成果我覺得很訝異 為什麼在這個社區 這麼古老的社區有這種抽象的藝術 每個都很抽象啦 而且它的螢幕也是放在旁邊斜斜的 不是正中間 那叫做一種抽象 真的喔 就是一個大目標嘛 你怎麼走走到終點就好了嘛 對不對 這叫藝術 展覽開幕活動舉辦地 藍絲小劇場 是藍州斯文裡公辦都更的駐地工作站 在推動斯文三起整宅公辦都更上 扮演政府與居民間不可或缺的橋樑 作為展覽舉辦之地更別具意義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很幸運 不幸中的大幸 然後就檢查到一顆一公分的那個 不好的東西 煙靈二十多年的游先生 去年接受胸部低劑量電腦斷層 發現肺部長了一公分的惡性腫瘤 那我因為十五六歲的時候開始抽菸了 然後因為那時候在跑工地 然後就香菸病毒都有了 然後一直到快四十歲的時候戒菸 那時候一天抽大概快三包 然後那時候就感覺身體有些不舒服 然後就到唐庚去給楊院長看 然後持續接任七八年以後 就到去年 那個楊院長說國劍署 有在推廣這個雄部低劑量斷層檢查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醃醋很大嘛 然後時間還沒到 我說那叫我參加看看 然後就很幸運 不幸中的大幸運 然後就檢查到一顆一公分的那個 不好的東西 然後就聽從楊院長的指示 然後就把他開掉 肺癌患者存活率較低 主要原因是早期肺癌無明顯症狀 而出現顯著症狀時已多為晚期 因此國劍署補助肺癌高風險族群 每兩年一次免費LDCT 胸部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 藉由早期發現提高肺癌存活率 國人癌症死亡原因最高的一個癌症 然後發生率也是最高 但是因為其實我們假如看肺癌 大家都知道肺癌跟抽菸是非常有關係的 那看全世界的癌症 抽菸引起的肺癌還是佔全世界的第一名 但是不抽菸的肺癌已經是佔全世界癌症的第五名 甚至比大腸直腸癌還要高 死亡率比大腸直腸癌還要高 所以不抽菸的癌症是一直一直在增加 那台灣是因為我們衛福部跟國健署在戒菸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的戒菸的人 抽菸的人口其實一直在降 所以我們的肺癌的病人是三分之二沒有抽菸 只有三分之一有抽菸 所以是完全跟全世界都不一樣 我們比較早看到不抽菸的肺癌在我們這個地區流行 所以我們是第一個國家針對不抽菸的肺癌也來篩檢 因為你假如針對抽菸的肺癌來篩檢的話 有三分之二的病人是沒有辦法篩的 所以你對肺癌的防治是沒有辦法達到他的目標 我們一直呼籲 鼓勵符合條件的民眾去做這個篩檢 那篩檢完也不是就沒事 那個會發出一個通知給你 那如果有問題就不要擔心 不要說害怕就去護士館 就按照他的指示 找胸腔科醫師來幫你看看片子 判斷一下他的風險多高 有沒有需要立即處理 還是要安排多久的追蹤 那即使是跟你告訴你說是正常 也不代表沒事 還是要兩年一次的做追蹤 那還有一點就是要提醒一下 不要看到說沒事 想想我肺部很健康 沒事又開始抽菸了 免費肺癌篩檢開辦兩年以來 已找出1401名確診肺癌個案 其中有83.2%為早期個案 僅有13.2%為晚期 相較於110年有61.3%為晚期 顯示LDCT肺癌篩檢確實有助於早期發現肺癌 那未來無論在深度或廣度 我想我們都會依照那個 肺癌篩檢確實來激細努力 包括我們會把家族池提前 吸煙量的一個 這兩個設定我們都會做處理 希望能夠更多人的受費 今早篩檢出來 如果我們晚篩檢的時候 就我同仁給我的資料 如果是晚期的話 那死亡率有可能的90% 五年的 然後如果是很早篩出來 很早期的時候 那90%還可以治好 所以說這部分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因此呢 我們今天特別來拜託大家一下 就是說我們國人的健康的部分 需要大家一起來關注 那如果符合這裡面的條件的部分的話 記得趕快來出來篩檢 世界上真正關心這一塊的地方 的國家其實說不多 我們國家已經走在這部分 走在前面 由於LDCT僅能早期發現肺癌 不能避免肺癌發生 吸煙者只要戒煙10到15年 肺癌發生的機會就可能減半 國健署鼓勵人有吸煙情形的民眾 善用戒煙服務資源 同時遠離二三手煙 記者李錫會台北報導 有兩年以下徒刑合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擁殖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盒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盒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搞正市場合法秩序支持民視產業 行政院已經核定基隆地區長期穩定供水掀旗計劃 水公司進一步表示 剛好搭上捷運系東線跟基隆捷運的工程可來埋設管線 讓這項穩定供水計劃能來落實 未來這個汐止基隆聯通管做好之後 對整個基隆地區的供水都非常有幫助 因為它會直接連到基隆河的八堵抽水站 行政院最近就是核定了基隆中長期的供水計劃的先期規劃 它主要有包含兩個部分 那一個就是汐止基隆的聯通管 那另外就是供兩調整池的部分 那汐止基隆聯通管的部分 其實就是搭蓋這個捷運系東線跟基隆線的這個便車 那因為現在的道路已經沒有多餘的空間可以容納 然後路幅也都相當小 那利用這個西東線跟基隆 基隆段這個兩段在捷運施工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大管的部分 可以把它埋設進去 所以才有了這樣的曙光 目前的規劃這個汐止基隆聯通管 其實就是要送到八堵抽水站那邊 然後它直接可以打進去新山水庫 所以從新山水庫就整個可以調度到整個全基隆地區 行政院通過的這項基隆地區穩定供水先期計劃 將在113年到114年間進行先期的規劃作業 未來除了可將台北的水支援到基隆 供僚方面也能增加儲水量 對於基隆來說都相當有幫助 那會講說是先期規劃 就是說整個案子的細節的部分還沒定 所以它會利用今年到明年的時間 來做規劃的動作 等到規劃整個成型了之後 會另外再提出工程計劃報行政院核定 來實際來執行 那整個分工的部分 汐止基隆聯通管是由台水公司這邊來執行 那供僚調整池的部分 就是會由經濟部水利署這邊來執行 那供僚調整池的部分 目前也還沒有整個地案大概要做到多大 那可能從20萬地方公尺的量到甚至100萬都有可能 那最主要就是補充我們雙溪的水源 目前只有一個供僚業嘛 那水如果比較多的時候 它也沒辦法把它儲蓄下來 所以就多一個調整池的部分 那如果可以做得比較大的話 以後的水源就會有保障 因為我們這邊台水公司能做的就是從 寄兒水源裡面做進水然後供水 可是如果沒有水源的話 那這個連煮飯都沒有材料可以煮 所以那我們基隆目前最主要的水源 其實就是雙溪基隆的這個川流水的部分 再來的話就是水庫水 包括像新山水庫西市水庫 再來就可能需要跟這個台北市對 北水的這邊用新電溪這邊去跟他們買水 所以如果我們有可以增加水源的這些量的話 當然是越大我們會更高興這樣 極端氣候下用水問題是民生問題也是國安問題 在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下 排除各種困難 讓基隆的供水韌性再升級 將是全體市民之福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台風過境 基隆外木山沙灘滿地的海漂垃圾 但卻有資工出現在沙灘上 裝了好幾袋垃圾 看到很多民眾也是自發性的願意來幫忙 各種海漂垃圾 樹枝 塑膠通通都有 雖然環保局全力清理 垃圾金洋流帶到北部海域 隨著潮水打上岸 湧進了大五輪沙灘 讓沙灘開放時間一言再言 這是很髒 所以我就拜託我們志工來幫忙 打掃這邊的環境 讓我們這邊有給外地的人印象特別好 有能吸引很多客人來這邊玩水 我們有看到沙灘上的漂流木跟雜木很多很多 那其實環保局已經很認真的在清掃 不過清掃的速度遠不及颱風外圍環流造成的 讓捲起來的這個產生的影響 所以我們號召我們當地的內料理的志工 十幾位一同跟環保局還有我們產發處的人員 一起來做一個淨灘的活動 希望能夠盡快把我們的沙灘的美麗的容貌趕快恢復 不少志工自發新的臨時起義到場景灘 沒想到意外獲得其他遊客支持 近期也有活動想要舉辦 然後會來了非常多的觀光客 那我們希望基隆這麼好的一片沙灘 能夠讓大家來的時候能夠留下很好的印象 因此呢我們昨天就想說來個快閃的活動 然後邀請志工 然後甚至邀請這個現場的這個遊客 一起來跟我們一起來 加入我們一起來淨灘 沒想到獲得很大的迴響 大家就是一個接一個 整個海岸像破窗效應一樣 全部海岸全部都是民眾 然後就近把他周邊的垃圾 周邊的漂流木一起撿到這個太空包裡面 原本預計要清理好幾天的海漂垃圾 在志工們的協助下短短幾個小時就清理完畢 許多人看到這一幕都稱讚 基隆最美的不只有風景 還有這一群三星志工 讓外木山沙灘早日恢復美麗的原貌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為了推動有愛共融環境 增進身心障礙者生活體驗 市政府社會處吸收海洋委員會 交通部觀光署北海岸 即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身心障礙團體代表 以及輪椅夢公園 舉辦Ocean Time 有愛海洋慢慢玩啟動記者會 我們這一次呢先做了這個三種障礙類別 這也是有史以來非常大的創舉 創舉跟創新 我的同事們大家好 很擔心說哎呀我有危險 因為我的障礙類別算是蠻嚴重 所以大家就覺得我不能下 我會東倒西外我扶不住 然後呢但是我去到那裡 我說我要這個我要這個我要 那我每一個都去體驗了 我每一個都去克服了 所以 那我想要以此來說呢 如果像我這樣子的 連坐都坐不住的一個人 都能夠到海裡去的話 那麼每一個人其實都有機會 也都可以 讓我們的障礙者的朋友 能夠接觸到海洋 我覺得是一件令人非常感動的事情 那剛剛 玉欣也說了 40年 40年都沒有 跟海洋接觸 那所以我覺得辦這個活動 是非常有意義的 那但是在這個活動中 我們需要很多大家通力的配合 首先先謝謝主管機關 真的在這個過程中 給我們很大的幫助 也要謝謝業者朋友 在這個過程中 不但要辦這個活動 還要把安全這個事情 要顧好 那也謝謝我們 各個不同的團體的好朋友 勇敢的站出來 參與這樣的活動 可是參與了以後 一定是非常有意義的 一個有收穫的成果 我們主委 大概今年中間的同事 那應該要對這些 身心障礙的朋友 他也要有這方面的一些權力在 所以他指示我們 就是一定如果從今年度 我們就要便利相關的經費 來補助 來支持我們這個地方 政府 我們有預言 來推動這個身心障礙 這個侵水活動的 所以我們在那個 六月二十六號的話 我們也辦了一個 就是我們 今年大概我們處裡面 也辦了一個 北中南東有四場一個 就是海洋有愛 那個親海無愛的一個活動 那這四個我們補助社先生 那基隆市 還有就是我們雲林 還有就是台東 還有這麼高雄 後續如何讓自己 這個所有的這個 朋友們能夠走出戶外 見到陽光 其實就是代表了我們這個國家 是一個非常包容非常進步的一個 一個團隊 團體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會 我這邊會來 會來持續來努力 剛才市長有提過 安全是 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在從事海洋有去 我們這整個 我去年十一月來的時候 我就跟市長幫忙過 我們要如何告訴 所有的朋友們 所有的身心障礙朋友 如何安全的玩水利活動 而不是都只是在管制的這個部分 包括市政府政策推廣大使楊寶貞 以及基隆市十大身心障礙團體 理事長等人 都一起參加這場啟動記者會 共襄盛舉 並且肯定市政府 為身心障礙朋友 所做的工作和努力 市政府社會處也表示 8月20號開始 接受身心障礙朋友報名 總共有包括身心障礙者 和陪伴者一組 總共30組60個人的名額 體驗獨木舟SUP 以及沙灘車等活動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市長謝國良到基隆 成績轉運站附近開直播 卻遭到所謂 台灣國人員鬧場的情況 市長謝國良平心靜氣表示 他絕對尊重不同意見的表達 也希望大家能夠彼此尊重 有些包含說昨天有一些 反對的人士來去做 跟騷 那今天有所謂台灣國的人 來去做鬧場的行為 市長怎麼看 那位陳理事長 上次馬總統來的時候他也有來 大家越來越熟 好像變成朋友了 那我覺得大家有不同的意見的表達 我們都尊重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要 這個守一些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則 然後大家彼此之間 就是不要互相尊重 然後不要有太多的衝突 那我覺得我們絕對真心的 很真誠的尊重不同意見 包括罷免團體他們所提出的論述跟想法 我們絕對尊重 但我們是希望雙方能夠 在理性平和的一個環境下 彼此訴求自己的理念跟想法 那我站在這個路口 那跟民眾打招呼 然後跟民眾發放我們的政策宣傳 其實沒有影響到任何人 然後也不會去對這個 不同方表達這些不同的意見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大家都能夠有一個自己表達意見的時間跟空間 然後最好能夠不要做到彼此干擾 當然我們對於不同意見給我們的指教 我們都會互以尊重 我覺得我一定還是要做這樣子的表述 對我們有不同意見的 像昨天今天也有 我們都會盡力的互以尊重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說 大家彼此之間盡量理性 然後不要彼此之間造成潛在的衝突 因為這樣對台灣對基隆 都不是一個好的方向 也不是一個好的風氣 另外針對罷免市長謝國良開始 而傳出藍白也要反制 罷免綠立委的情況 謝國良表示 包括基隆市在內都不要有罷免 讓大家好好做事 台灣政局才能穩定 針對罷免謝國良 針對罷免謝國良呢 有藍白提出可能會去推動罷免 吳思瑤甚至是吳佩毅來反制 市長怎麼看 其實這樣子很平凡罷免是不對的 那據我了解包括葉源之徐小型 現在他們都被列為目標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說 雙方都不要有罷免 然後讓大家好好做事 包括基隆在內 我認為才是對台灣政局 未來穩定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那你如果說以後遍地都是罷免 那罷免對象也可能會從縣市長 變成立委甚至變成直轄市縣市議員 那台灣的政局一定是更加混亂 更不穩定 8月1號下午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舉行 113年模範父親暨好人好事表揚大會 及公益演唱會活動 基隆市長謝國良和立委林佩祥 以及包括張耿輝 韓世玉 呂美玲 秦珍 以及陳明健等多位市議員都親自參加 道場恭賀受獎的模範父親 以及好人好事代表 我們每一區都有參加模範父親表揚大會 那我做爸爸以後 這七年來感受到 真的做父親也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 更何況這些已經經歷了四五十年的一個 爸爸的這種工作 然後一輩子為了家庭的付出 我們衷心的感謝他們 所以今天的表揚是 對他們來說一個很微薄 但是我們很真心的一個表達 感謝跟感佩他們作為父親 已經很辛苦的時候 還願意多付出一份力量 把這個社會 把我們的家園 把他們更好的人 所以今天我們也推舉出來 一區推舉出來 一位我們的好人好事代表 在模範父親以及好人好事代表 和家眷區長里長等人 裴同夏和市長謝國良 市政府民政處長張淵翔 社會處長楊玉欣 立委林佩祥以及議長 同梓委秘書等人一起合影留念 提前慶祝父親節 而由盧毅童祭會 承辦的表揚活動結束之後 也由旺旺文教基金會 協辦公益演唱會 邀請知名的名歌手 現場公益演唱 讓所有觀眾如沐春風 戲分溫馨 市長也特別頒贈感謝牌 感謝包括盧毅童祭會 以及旺旺文教基金會 等單位團體 承辦及協辦表揚活動 和公益演唱會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在基隆市長謝國良見證下 13位新任校園長 舉行宣誓就職 請和平國小 張明堡主任 將接給新任的范思琦校長 今年有11位校長 及兩位園長 舉行接聘布達 其中3位新任校園長 分別為正濱國中 李康莊 和平國小 范思琦 港西國小 羅建林 另外5位連任校長 分別為長樂國小 南榮國小 復興國小 安心幼兒園 及過港幼兒園 而5位轉任校長 分別為明傳國中 林士傑 五輪國小 楊智青 中興國小 鄭兆斌 中山國小 楊坤翔 及常興國小 吳哲銘校長 在整個校長 跟園長的評選當中 全部都是用專業 經專家 學者 委員們的討論 市政府尤其強調 跟議會人在這份 先進報告 市政府尤其是我本人 特別跟大家報告 我們對於校長的評選 絕對是中立客官 不會採取任何特別的立場 從我就任意來 就有特別在這方面 要採述我們的理念跟想法 我也因此並沒有 親自去參加這些校長的評選 我們認為我們這樣子 做我們的目的 就是希望真正的落實到 教育界的朋友 每一位都想 在基隆市 只要有校園長的評選 我們絕對是中立客官 絕對不會有特定的立場 交接不達典禮 包括議長同志委 議員張芳麗 鄭凱麟 韓世玉 秦珍及關心 基隆教育界的各協會代表 都應邀出席 如何讓我們基隆市的家長 安心 放心的讓我們基隆市的小朋友 可以留在基隆在地就讀 每一個階段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每一位校長 都要把學校經營出特色 然後 除了現在這個少子化以外 我們也有很多問題 就是譬如說我們剛剛說的 教育的拉力 還有這個少子化的原因 所以我們每一間學校 都一定要創造出 都組於自己的特色 讓家長放心 讓小朋友在基隆平安健康長大以外 還有具有未來的競爭力 是校長非常重要的一個靈魂 所以我們期許每一位校長 都可以在學校經營成功 也祝福大家 在這個新任的就職順利 在教育部的部分 是沒有補助交通車 但是我們今年 也在謝國良市長的指示之下 我們也是課後一人乘方 而且交通車完全的補助 再來還有一些國際教育的政策 課桌與有學生自行來設計 然後我們大概會在今年度也會實施 其實很多基隆市的教育政策 在市長的領導之下 而且在教育的指示之下 我希望這些新任的 連任的 轉任的校長 在市府的領導之下 能夠把這個政策持續的延續 讓我們基隆市的家長們 能夠有更深的感受 而且希望說透過這些的政策 讓我們家長能夠更清楚 然後更了解我們基隆市 整個教育在轉變 基隆市教育在翻轉 市長在每年跟我們聯合會 參序的過程中都有強調 對教育理念的一個想法 包括就任到現在 營養午餐每餐增加20塊錢 然後徵聘了很多學生的 交通車的一個路線 那也對營養午餐的自治條例通過了 那希望新任的校長們 能秉持的有為教育付出的一個理想 那我們聯合會跟學校端 一起來為孩子們的未來 一起來奮鬥 交接不達典禮相當熱鬧 不只學校市長前來祝賀 欣任校長親友也來掀花致意 市長謝國良提醒校長們 教育是百年的素人大忌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基隆地方法院近期舉辦生態保育獎座 主題呢特別與基隆士鳥黑鴛做結合 想要推動猛禽與環境保護的相關議題 基隆地方法院舉辦環境保育獎座 由於本次保育主題與基隆士鳥黑鴛做結合 特別邀請基隆遜音達人李志騰 與他的小夥伴到場演講 與現場法官助理等相關人員 介紹現今台灣猛禽與環境的相關議題 講座內容除了圍繞在深入淺出的環境教育觀念 李志騰也準備相當多關於老鷹的知識內容 讓大家不只知道黑鴛是我們的飼鳥 更進一步去認識老鷹的習性與對環境的益觸 我們可以藉由這個老師來帶領之下 讓我們認識老鷹 然後也能知道我們基隆士飼鳥 生活習性還有那個我們要怎麼樣跟他相處 講座的尾聲李志騰更是出動他的小夥伴哈里思音 讓大家不僅可以近距離接觸上手拍照 甚至能親身與哈里思音體驗穿越互動 消除過往大家對於某情凶狠無法靠近的既定印象 看老鷹背下來然後停下那個瞬間 突然就覺得他好帥喔 就地方法院期盼透過這樣的活動 讓本院同仁能更理解當今環境保育的急迫性 也能推廣人類與世上萬物共存的重要性 高明記者張仲萱 希望是新醫區裁判報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輕鬆電台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那可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能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烤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公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如果有机会是因为 最后一遍 这是一个人在上午 祝福的宝宝 如果有机会是 但患者会是